这是我刚刚在外面挖的两堆虾子 一堆颜色比较深,一堆颜色比较浅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堆虾子放到显微镜下面 去看一下微观世界下的虾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分析一下为什么这堆虾子会呈现出深、浅两种不同的颜色 我们先用肉眼看看这堆虾子 颜色较深的虾子是这样的 看上去是灰色的 看样子还有一些黑色的杂质 再来看这堆颜色较浅的虾子 仔细看基本上是肉色的 颗粒稍微大一些 不知道用显微镜放大了会是什么样子 好,现在我已经把沙子放到了显微镜下 大家猜猜这是哪堆沙子 其实这是颜色较深的那堆 可以看到它并不是灰色的 而是由各种颜色组成 大部分是白色的或者半透明的 还夹早着黑色的、黄色的、暗红色的等颗粒 颜色丰富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混在一起就变成了土不垃圾的灰色了 这些才是颜色较浅的沙子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并没有刚刚那堆沙子丰富 几乎都是一些白色的和半透明的石头颗粒组成 不知道这些沙子是由什么成分组成的 是硅酸盐吗 有动的小伙伴可以科普一下 有人说玻璃是沙子做成的 以前我还不太相信 现在终于可以消除这个疑问了 猜猜我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找金子 听说沙子里很容易找到金子 好了我要去淘金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浪费一秒钟支持我一下 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大家